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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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我們上禮拜 介紹了 傳統猶太教在 在 耶穌運動之前 幾個世紀當中 面對的挑戰 就是介紹 在東方很多不同的新興的 帝國統治下 猶太人的宗教傳統 開始面對非常大的挑戰 我們上禮拜用的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 從亞歷山大大帝之後 形成的希臘化運動 因為希臘化運動有點像我們今天 類比來講 有點像今天的全球化運動 以一種 歐洲英美文化為主流的文化 加上一種的 經濟政治的優勢 把一個 生活方式 一個文化推行到 所有的地方 希臘化文化 當時在地中海世界 至少也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那我們談到 這樣的一個希臘化文化 它是以一種 建構新的城市的方式來推行的 在那一個一個的小小的城市裡面 我們看到一種新的 都市化的生活方式被帶進來 活在那個時候 不同的族群的人要開始學習這種文化 你的小孩子要學希臘文 學講希臘文 到學校裡面受的教育 也是這種 基本的希臘化的教育 甚至使用的錢幣到市場上去買菜 去買東西 就是要使用上面刻有 希臘的神明 或是有希臘的 皇帝的 國王的圖像的錢幣 還有其他的 包括學術院 公共文化 我們上禮拜有提到很多各式各樣的公共文化 所以 好像有一點點讓這些 這些少數民族 特別帶有少數文化跟宗教的族群 開始面對一個無所遁形的一個 全面的文化的一個衝擊 所以我們大概上禮拜用這個做背景來談 這個猶太人開始有不同的回應 那最嚴重的一個事件就是 敘利亞王國統治下 有一位國王叫做安提阿哥世事 他不只是推行希臘化文化 他還非常積極的想要去把傳統的 猶太人的宗教文化要把它壓制 那我們提到他的做法 最讓這些猶太人沒辦法接受的就是 不准他們繼續行割禮 要他們變成是一個 失去猶太人印記的這樣的一個民族 然後他甚至把那個猶太人所不喜歡的 看作是褻瀆他們的宗教的那個動物 豬 帶到這個聖殿裡面去 祭壇上面去獻祭 所以幾乎是直接去挑戰 猶太人傳統的宗教跟儀式 所以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有這個馬加比叛變 猶太人全面起來 反叛這個敘利亞的軍隊 後來得到勝利 而且有一段時間 猶太人是一個獨立的 獨立建國的一個國家 那這個變成對猶太人來講 非常重要的影響就是 他們慢慢的把他們對於 所謂的彌賽亞 我們上上禮拜介紹耶穌運動 提到耶穌的名字 被賦予一個頭銜叫做基督 耶穌基督 基督這個字就是希伯來文的彌賽亞 彌賽亞在傳統的 猶太人的概念裡面是指 上帝所設立的領袖 可能是宗教領袖 可能是政治領袖 但是在馬加比事件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一個很清楚的 新的變化就是 彌賽亞的概念 越來越被賦予一種政治化 甚至在這種挑戰當中 給予一種軍事化的形象 所以彌賽亞變成是一個 像馬加比這樣的形象的人 他可以帶著軍隊 帶著武裝的這樣的一種群眾 起來對抗外來的這些帝國 外來的統治者 那這個就回到我們上上禮拜 介紹耶穌運動 我們提到耶穌呢 似乎對這樣的一個彌賽亞的形象 並不認同 他心裡面其實是滿認同 猶太人的這個運動 猶太人希望能夠恢復原來的 這種宗教自主性的運動 他是很認同的 但是對這樣的一種 全然政治化軍事化的一個形象 彌賽亞形象 我們看到他是有保留的 是有保留 所以我們上禮拜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發展當中 我們明顯可以看到 以猶太人在耶穌那個時代的 宗教政治運動 我們來對比跟耶穌的 他自己帶起來的這個運動 這中間有一些差異性開始出現 開始出現 那到今天的主題 我們就會發現 後來發展出來的 這個新興的基督教這個運動 很明顯跟原來的傳統的 猶太宗教中間 就開始有很大的緊張 緊張 那個緊張到最後是 就是以分離做結束 有一位英國非常有名的歷史家 學者James Dunn 他就寫了一本書叫做 Parting of the ways 就是他們分道揚鑣了 各走各的路了 各走各路 所以今天我們要談這個部分 然後但是這個有更嚴重的後遺症 那後遺症不只是說 兩個宗教傳統分開而已 中間還產生一種非常微妙的 愛恨交織的關係 這個過程是很不幸的 我們可以說是悲劇 一種悲劇性的發展 但它歷史影響非常久遠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那樣的一種愛恨情仇的關係 在基督教內部形塑了一種新的思維 就是對猶太人的一種偏見跟反感 這個在今天的西方歷史上 通稱它為一種反散族主義 那反散族主義其實 它核心的概念就是反猶太主義 我們今天也會借用一些文學作品 電影近代的一些 很多人都可能有看過的電影 我們來看這樣的一種影響 這個對宗教團體中間的關係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們稍微再把上禮拜的講義 最後兩個部分 稍微再跟大家重點再介紹一下 在上禮拜講義的第四頁 我那邊有第三部分有提到 猶太人對於這些外來的運動 他因為有不同的回應 就形成了一個光譜 這個光譜滿有意思的 你可以看到 從右到左都存在 最右邊的當然就是 會去想要去迎合 甚至是去跟這些外來的統治者 尋求一種的合作關係 能夠得到某一種的生存之道 甚至可以獲得權利 那左邊很明顯的 你看越往左邊 就帶有一種 越強烈的反抗性 抵抗性 所以我在這邊 第一點提到 很多一般的猶太人 他採取的是 就接受了這樣的希臘文化 這樣的做法 那另外也有一些 第二點有一些思想家 哲學家 就試著要把猶太思想 跟希臘哲學做一種整合 好像意思是說 我們的猶太思想 在今天這個大的 這種全球化潮流裡面 也可以找到我們的位置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猶太思想 怎樣把它國際化 讓更多人也認識 所以他們用採取一種 積極去互動的這樣的方式 那這裡面非常有名的一位 上禮拜有介紹 就是亞歷山大的斐羅 他大概是當時代 最有名的猶太哲學家 他當然也有扮演一小部分政治角色 但主要是一個哲學家 那他所做的努力 就是試著把猶太思想 跟希臘思想做結合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影響了後來的 基督教的神學家 他們也做同樣的嘗試 那另外當然第三點 我就提到那個 我們上禮拜記得看那個 萬事巨星這個影片 那個影片裡面 當然有一些滿有趣的 不一定是很合 這個基督教傳統的 詮釋的一些詮釋的面向 但它裡面在形容的那個 猶太人跟羅馬政府 還有跟耶穌運動的三角關係 卻是非常的鮮明 你很明顯看到非常有趣的一種 很微妙的關係 所以那裡面你就已經看到 猶太人的宗教領袖 在當時候的主流 其實是被迫已經跟羅馬政府 羅馬政權採取一種合作的關係 所以當時候 羅馬人給猶太人有一種自治的 一個政治體制 通過一個最高的議會 叫做三合林 那三合林這是音譯 三合林的意思 其實就是議會的意思 結合起來的 合起來的意思 那這裡面的 三合林裡面的人呢 有猶太人裡面的最主要的幾個 主流的團體都有代表在裡面 那我們有讀過猶太人的故事 就知道有法利賽人 撒都該人 有那些所謂的支持西律 西律這個皇帝的西律派的 所以這些特別跟希臘化運動 比較貼近的 他們就參與在這個組織裡面 所以是一個用比較難聽的話 他們跟全市是比較靠攏的 這樣的一個團體 那接下來第四就開始 你就看到是越遠了 我們上禮拜介紹昆南團體 這是一個猶太人當中的另類團體 他們對主流的宗教領袖不滿 所以他們自己到外面到那個沙漠地區 去創立了一種自主性的靈修團體 這有點像後來 基督教裡面的修道院的團體 那這一派叫做昆南派 他們住在石海的周圍 所以今天他們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文獻 被稱為石海古卷 那第五第六這兩派很清楚 第五就是更積極對抗外來文化的 還有外來的這個羅馬政權的團體 一個比較偏向政治性 一個就比較偏向是以宗教認同為主的 那第六第五就是經常被提到的這個奮瑞黨 就是政治上最激進的那個團體 這個奮瑞黨Zelots 在猶太人的傳統裡面 在聖經裡面 新約聖經也有提到 這些人綽號叫做帶刀的人 身上隨時都帶著一隻刀 藏在那個身上 路上看到一個羅馬官員洛丹 就去把他暗殺 或是看到猶太人 是那種出賣猶太人利益的團體 或是人物 猶太人裡面有的跟這些羅馬政權很貼近的 他們一樣也是用武力去暗殺他們 那上次我提到 耶穌的運動的時候 我有提到 當時有一位跟耶穌一起被關在監獄裡面 的一位猶太人的領袖 叫做巴拉巴 巴拉巴很有趣 他名字也叫耶穌 那今天歷史家大概都認為 這個巴拉巴一定是奮瑞黨的領袖 因為聖經描寫說 他常常在城裡作亂 那當時真的是如果很多人的刻板印象說 這個巴拉巴是一個強盜 真的是強盜的話 強盜是會在鄉間小路搶東西 不會在城裡面 在城市裡面會做亂的 大概都屬於這些分裂黨的 所以這一派 第五派就是很明顯是政治上抵抗派的 但第六派比較有趣 就是跟上禮拜講的主題有關的 這群人他們比較關心的是 猶太人本身的宗教 他們認為要對上帝立約 那個約能夠效忠 忠實於上帝的約 就必須維持作為一種 猶太人的宗教身分 他們很明顯看到 由希臘化文化 已經在侵蝕這樣的一種 猶太人的宗教認同 所以這一派的 以法利塞派為主 主張要重視研究猶太經典 研究宗教傳統 遵守猶太人傳統的儀式生活 那很有趣的是 第五第六這兩派後來 在反抗羅馬人的時候 成為主體 那昆南派的大多數 也加入了抵抗運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有趣 這個123到456 就是光譜上兩個不太一樣的兩個系統 那我最後上禮拜 在最後的附錄的地方 有附了一個 猶太學者 麥蒙尼德寫的13信條 那這是給大家做參考的 因為你如果說要 有的人想要了解說 猶太人到底他的 基本的信仰是什麼 那現代的學者 大多學者很喜歡用 他所整理的這13條 作為猶太人基本的信條 所以我們如果翻到第五頁看的時候 你大概就可以對猶太人的 基本的宗教的信仰的概念 有一個簡單的了解 上帝是存在的 祂是獨一的 祂是靈性的 無形無體 祂是永恆的 祂是唯一敬拜的對象 祂要向人啟示 是通過先知來啟示的 那摩西則是最偉大的先知 那後來借著摩西上帝 在西乃山頒的律法 律法就是Torah 猶太人的Torah 成為是永恆不變的 上帝的心意 那最後提到 上帝會賞善罰惡 那猶太彌賽亞會繼續來臨 然後最後猶太人 到後期發展出一個新的信念 就是死人復活 早期的猶太人 並沒有特別強調這個第13條 但到耶穌前那幾個世紀 你看到猶太人的思想裡面 已經發展出死人復活的觀念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猶太人的宗教信念 跟後來的基督教的宗教信念 其實有很多是相合的 很多是相類似的 獨一神的信仰 藉著先知的媒介 賞善罰惡的概念 永恆救贖的概念等等 唯一的差別 最大差別當然就是 對耶穌的角色的看法 耶穌這是一個彌賽亞 那他這個彌賽亞 到底只是一個傳統的 猶太人的彌賽亞 還是一個不一樣的 像基督徒所宣稱的 他是一個唯一的上帝的宗寶 他是一個彌賽亞 他是一個拯救的媒介這樣子 所以這一點我們大概可以 大概把上禮拜重點 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 進入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 這上禮拜 我在上禮拜講義 一開始就提到這個 那今天的講義 前面再把它再放一次 讓大家再回顧這個問題 就是這位Howard Key 他在研究基督教的這本書裡面 第一章他就提到 要了解基督教的一個發展 必須要先回到 猶太人的那個 當時候的處境 那我們上禮拜已經提到這個 舊約但以理書裡面 非常有趣的這個 一個意象 就是一個巴比倫王 尼布賈尼莎做的夢 在夢裡面他提到看到一個象 那我們今天把這個文字 再讀更清楚一點 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到 非常有趣的一個概念 在但以理書這裡面 他說這個象 頭是用筋筋做的 胸膛跟手臂是銀 腰跟臀部是銅 腿是鐵做的 腳是鐵跟泥土混合的 結果當這個王在看這個象的時候 有一塊不是人的手 所開鑿的巨石 這句話就很有意思 這塊石頭不是人手 不是人的手所造出來的 它是有一個宗教的一個源頭的 這個巨石其實代表的是一個神聖的力量 他從山岩上滾下來 極重那項把絞紮碎 土 鐵 銅 銀 金都粉碎 就像灰塵一樣被風吹散 連一點碎屑都找不到 那巨石卻越來越大 變成一座大山覆蓋全地 所以這個概念是很有意思 就是代表著猶太人裡面有一種的期望 就是儘管這個世界有那麼多 先先後後的帝國在統治猶太人 甚至威脅到他們的宗教信念 宗教認同 但上帝的統治好像那個石頭一樣 會打敗這些帝國 這是猶太人他的一種的 內在的一種期望 結果卻在希臘化運動裡面 面對最大的挑戰 上禮拜我們已經介紹過了 所以到這裡為止我們大概 把上禮拜在我今天的講義前言 先把上禮拜的那個部分 再做一個回顧 那我們那時候提到 猶太人本身面對一個 猶太教本身的一個轉型 在我的前言的第三 第四 第五點 提到這個轉型 在上禮拜的結論也已經提到了 就是猶太人原來是以聖殿為中心 一種祭祀形的宗教形式 比較是一種儀式宗教的形式 但是後來呢 因為被魯去巴比倫以後 也是一樣沒有聖殿 你記得猶太人被抓到巴比倫去以後 並沒有辦法接觸聖殿了 聖殿後來被毀了 所以今天的猶太歷史學者 大多數的人相信說 會堂 猶太人會堂的概念 可能是從巴比倫時期 就開始發展出來了 那有了會堂以後呢 就慢慢 猶太的傳統宗教開始改變了 不再是以聖殿儀式為中心 而是開始轉型為一種 以經典為中心的這樣的一個宗教 所以過去猶太人 最關心的事情可能是 我有沒有去聖殿 參加某一些節起 猶太人有很多傳統節起 育業節 感恩節 售獲節 五旬節 很多節起 但是現代新的猶太宗教 就不一樣了 它開始轉為 想要通過閱讀經典 來了解上帝的旨意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稱它為 新的一個猶太宗教 叫做拉比的猶太教 那這個拉比猶太教 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的 那個跟新興的基督教 產生一種互動關係的 這個新的一個團體 所以這個經典宗教 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到九十年的時候 在他們本身的一個 猶太神學院 詹尼亞的地方 所開的一個會議裡面 確認了猶太人的一個正點 就是今天猶太人的聖經 是這個時候確立的 在九十年的時候 在聖殿被毀以後 那這個年代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後面介紹 基督教跟猶太教中間 微妙的互動關係 大概都是在這個時間前後 從耶路撒冷聖殿被毀 到九十年左右 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這個變化是一方面 基督教慢慢自己 要建立自己的認同 另一方面是猶太教 也形成了一個新的認同 所以這中間的張力 就越來越大了 我們等一下會再分析這些細節 那從這裡我們開始進入到 回到基督教團體來 那我在第一大段 講義第一大段的第一小點提到 其實這個時候 在基督徒裡面 其實有三個群體 三個群體 我們等一下讀一個經文 你就很明顯看到 這三個群體存在的一種 很微妙的關係 這三個群體 第一個群體 就稱作猶太基督徒 這些猶太基督徒 大多數是一直都住在巴勒斯坦地區 他們講的語言 還是以傳統的西伯來文為主 那這個西伯來文後來有一些變化 那變成另外一個方言 叫做亞蘭文 聖經裡面講到亞蘭文 就是耶穌的母語 耶穌從小都是講這個亞蘭文 亞蘭文就是西伯來文的一個方言 這一群人很明顯是對傳統的西伯來的 對傳統的西伯來的傳統是最認同的 另外一群人是我們提到 已經受到希臘化影響的猶太基督徒 這一群人可能是早期到巴比倫去 沒有回來的 另外也有一些可能是到南部埃及去的 記得這是兩個最重要的地區 巴比倫跟埃及 這是所謂的希臘化猶太人 最大宗的兩個地區 那後來如果還要加第三個地區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不會提到 兩大猶太戰爭結束後 猶太人被迫趕出去以後 他們很多的猶太人跑到 今天的高加索山的地區 蘇聯 東歐的那一區 那是新的另外一個猶太人的區 所以這三大區 是所謂這些非本地的猶太人 最重要的三大團體 在巴比倫 在埃及 北邊就是蘇聯跟東歐 這個高加索地區 那這一群希臘化的猶太人當中 也有不少人成為基督徒 所以你就看到這 提到兩群的猶太人 但他們都有成為基督徒的身分 那最早的基督教很明顯 是屬於在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 我把它畫這個最小的圈圈的這一群人 這一群人包括誰呢 包括耶穌自己屬於這個群體 包括耶穌的十二個門徒 也屬於這個群體 那新約聖經福音書裡面提到 耶穌的這個十二個門徒 在擴大還有一個七十人的學生團體 七十個人的 那七十個人的團體裡面 可能就有一些是屬於希臘化的猶太人 但是最明顯這個希臘化猶太人 成為基督徒出現的經文在哪裡 是在於聖經裡面的使徒行傳第二章 就是發生五旬節的事件的時候 當時候這些原來講希伯來話的門徒 根據那個事件的描述就是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 他們竟然開始講起非猶太的語言 意思說有的人會講埃及的話 有的人會講波斯的話 不同地區的話 那這個很明顯的就讓我們看到 當時候第一代的基督徒裡面 已經有很多是從外地回來的 這些所謂的希臘化的猶太人 那這一群人範圍就更大了 那我在講義的A小點裡面有提到 這兩群人的人數比起來 確實是外地的猶太人人數比較多 根據今天的統計 在耶穌那個時候 住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 大概是兩百萬人 那住在流散外地的猶太人 這些人被稱為Diaspora Jews 就是流亡外地 散居外地的猶太人 這一群人很明顯的 因為住在外地受到更直接的 希臘化的影響 因為他們住在希臘化的城市裡面 他們不像本地猶太人 可以住在自己猶太人群體裡面 他們是散居在羅馬世界 希臘羅馬世界的 那這些人很自然而然的 就會比較容易受到希臘化的影響 那這一群人大概有五百萬人 那基督教的傳播很明顯是沿著這個路線發展的 先從猶太基督徒傳到希臘化的猶太人當中 接下去才傳到所謂的非猶太人 就是聖經裡面用的外邦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傳播模式 那這個傳播模式在西方是這樣 在東方也一樣 我們將來有一次上課會介紹基督教往東方發展 你會發現第一波也是先從猶太人傳到外地 但是後來往東方去的時候 就不是像希臘羅馬人傳福音的 而是像敘利亞人 後來像波斯人 最後甚至去到中亞甚至到中國 唐朝的時候 所以這段歷史是你也看到是一個跨族群 跨文化的發展的過程 那我們就看到這兩群人中間有一些張力出現的 我們如果看到蔣義的第二頁 很明顯的傳統的猶太人跟外邦人之間 有不一樣的這樣的一個情節 這個安提亞事件我們後面再來談 我們先看我在這個講義第二頁上面B的地方提到 我看一下有沒有在這個經文裡面 那這個在另外一個power point裡面 下次再給大家看這個經文 在史曲行傳這個第六章裡面有提到 有兩群人中間已經存在一種緊張關係 史曲行傳第六章裡面提到 當時候猶太人裡面一群人是講希臘化的 另外一群人是講傳統希伯來圖化的 那這兩群人很明顯就是這張圖裡面的 這個講希伯來圖化的就是你核心的這個猶太基督圖 講希臘化的猶太人就是那些外地的受希臘化影響的 那當時候這些外來的猶太基督圖 他們就抱怨說他們的那些老人寡婦 比較需要照顧的人都被忽略了 因此要求十二使徒要特別照顧他們 那很有意思是後來十二使徒就選了七位 稱他們叫執士 專門來照顧這些講希臘化的猶太人 那我們去讀這些人的名字的時候就會發現 這七個人都是用希臘化的名字 裡面有兩個非常有名的一位叫斯提凡 一位叫菲利 都是標準的希臘名字 這七個人裡面還有一個是外邦人 就不是猶太人 但他已經接受猶太教的信仰 所以很有意思你光看這個群體 就好像這張圖一樣 從本地的猶太人到希臘化猶太人 然後開始有一些外邦人 可能是對猶太教有興趣的外邦人 也開始接觸了 所以基督教是藉助這樣的一個猶太人的網絡 網絡傳播出去的 這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我最後一個小點 第一小點提到的就是 後來保羅這個人非常有意思 我們下禮拜就會介紹保羅了 保羅他自己認為他是特別為外邦人 來傳福音的使者 他自己因為跨文化 他自己是猶太人 但從小就接受希臘哲學的訓練 所以他自己覺得他有個特別使命 要去向外邦人傳福音 那結果後來保羅真的成為外邦使徒 他到各地方去建立這種外邦人為主的教會 那曾經發生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我的第一小點有提到 就是他後來發現本地的耶路撒冷的教會 面對饑荒的時候 他邀請那些外地的外邦基督徒 要募款奉獻 來贊助這些本地的耶路撒冷的教會 所以我們到這裡看到 兩個教會中間可能有一點點張力 但關係還不錯 本地的猶太人跟這些外地的猶太人 還有跟外邦人中間 這三個群體雖然是有區隔性的 但彼此還是有良性互動的地方 但後來慢慢有一些衝突發現了 發生了 第一個衝突就是我的第二小點提到的 那有一位德國學者叫做FC Bauer 他就主張初代教會 基督教團體裡面很明顯有兩派 一派是彼得派 一派是保羅派 那彼得派就是以本地猶太人為主的 保羅派則是直接跨到外面 去關心外邦人的這一派 那這兩派中間不久就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衝突 這個衝突的原因是從猶太人發出的聲音 我們記得喔 猶太人是先成為基督徒的人 所以後來他們發現很多外邦人也開始信耶穌 他們開始去問這個問題 你們這些人外邦人信耶穌以前 有沒有先了解猶太人的宗教信仰 你們到底有沒有先遵守猶太人的文化跟規矩 所以這個變成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挑戰 我這邊在標題這邊問了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做基督徒是不是要先做猶太人 你是不是要先成為一個像猶太人一樣 換句話說好像那些原來就對猶太教有興趣的外邦人 他已經是猶太教的內部的人了 從這裡再成為基督徒 或是像保羅去到很多外地接觸外邦人的時候 直接就讓他們成為基督徒 這中間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爭辯跟張力 我下面舉了兩個事件 讓大家來看一下這個張力怎麼發展的 第一個事件稱為彼得的安提阿事件 安提阿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安提阿是基督教離開耶路撒冷以後 第一個最早的城市 有基督徒在那邊活動的城市 這個城市已經不再是像耶路撒冷 是一個傳統猶太人的城市 在安提阿裡面剛剛講的三個群體都有 特別是非常多的外邦人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文字 加拉太書2章11到14節 這是保羅寫的 所以這段文字很明顯有保羅的觀點在裡面 是保羅自己寫的 保羅這麼說 他說彼得到安提阿來 因為他有明顯的錯誤 我就公開指責他 保羅說他指責彼得 原來在雅各所派來的人 還沒有來到以前 雅各是誰 雅各跟彼得一樣 是耶路撒冷的宗教領袖 基督徒的領袖 這個雅各 今天的教會傳統都說 就是耶穌的弟弟 耶穌的弟弟雅各 那耶穌死了以後 那雅各成為耶路撒冷教會的領導者 所以我們看到後來基督教有一派叫雅各派 也是從這個雅各名字來的 那他說雅各的人還沒有來以前 就是指耶路撒冷的那些 本地的猶太人基督徒還沒有來以前 彼得跟外邦信徒一起吃飯 那這個 這句話我們表面讀上去 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猶太人背景的人 一讀就知道有問題 在猶太人的律法裡面 猶太人不能隨便跟外邦人一起吃飯的 因為他們看外邦人是不潔淨的 不能跟外邦人有任何社交 吃飯更不用講了 所以彼得最早來到安提阿 我們剛剛提到安提阿是一個混雜的城市 有猶太人有外邦人 彼得本來都是跟外邦人坐在同一個桌子吃飯的 這個是再次記得這是保羅講的 保羅說可是那些猶太人來了 本地猶太人來了以後怎樣 彼得就退縮了 不敢再跟外邦人吃飯 因為怕那些 主張外邦人必須受割禮的人 哇這個一個主張出現了 這主張是哪裡來的 這主張就是我們很明顯回到剛剛的那個圖 回到剛剛那個圖 最核心的這一群猶太基督徒很明顯的 他們發展出一種想法 外邦人要做基督徒之前要先受割禮 要先成為猶太人 接下去保羅又說呢 其他的猶太信徒也跟著彼得 哇下面這句話就很嚴重的指責了 他們像好像沒有原則的人一樣 連巴拿巴也受影響 我一看出他們不遵循福音真理 就當眾對彼得說 你是猶太人 而你的生活卻像外邦人 不像猶太人 彼得已經離開傳統猶太人生活方式 活得像外邦人的方式了 你怎麼可以勉強外邦人過猶太人的生活呢 保羅的主張是要做基督徒 不必再經過猶太人這一關 不必再接受猶太人的傳統 不必受割禮 也不必像猶太人那樣子 吃猶太人的一些食物等等 這是第一個事件 我們看一下很有意思 兩個不同的衝突 等一下我們再來分析 這樣的衝突的本質是什麼 另外一個事件比較有意思是相對的 保羅自己呢 願意去調適自己的態度 跟猶太傳統做一種結合 這是在使徒行傳21章發生的另外一個事件 這裡的我們指的是保羅跟他的同伴 他說我們到了耶路撒冷 你看這次是保羅去到猶太人的大本營 猶太基督徒的大本營耶路撒冷 剛剛從大本營來的人到安提亞這個 已經有外邦人混雜的城市 當保羅去到猶太基督徒的大本營耶路撒冷的時候 這邊寫說第二天保羅跟我們一起去見雅各 記得雅各我剛剛講的是本地猶太基督徒的領袖 所有教會的長老也都在場 這些長老一定都是猶太背景的長老 保羅跟他們問安然後把上帝怎樣使用 他在外邦人當中的侍奉都向他們報告 他們聽見了都送贊上帝 又對保羅說弟兄啊事情是這樣的 在猶太人當中有數以萬計的信徒 他們都是嚴守摩西法律的 到這裡 這給我們一個非常有趣的資訊 在耶路撒冷本地的猶太人當中 如果根據這個描寫是正確的話 已經有好幾萬的猶太人成為基督徒了 他這邊說有數以萬計的信徒 一兩萬至少一兩萬 然後這些猶太的基督徒都還援守摩西法律 所以一方面他們是猶太人的傳統 守摩西法律但他們也成為基督徒 然後接下來他們聽見你曾經教導 僑居外邦的猶太人放棄摩西的法律 不要替孩子行割禮 也不必遵守猶太人一般的規矩 這邊是一個控訴 我們這裡本地的猶太人都聽說你保羅 在外地教那些僑居外邦的猶太人 不必再守摩西的法律 也不必再給孩子行割禮 也不必守一般猶太人的規矩 他們現在已經聽到你來了 我們該怎麼辦 雅各很擔心會發生衝突的 這些人聽到保羅來了 可能會想要指責他找他麻煩 所以雅各給了保羅一個建議 現在請你照我們的話說吧 這裡有四個許了院的人 這是四個猶太青年 你帶著他們跟他們一道去行捷徑禮 然後替他們繳錢繳費 那這個很明顯是在猶太的聖殿裡面做的事情 你這樣做大家就會知道 他們所聽見關於你的事不是事實 並且知道你自己也是遵守摩西法律的 我們讀到這裡而已 你再往下讀下去很有意思 接下去的使律徑在裡面就提到 保羅就這麼做了 保羅帶著四個猶太青年去聖殿裡面行捷徑禮 還替他們繳費 意思是說保羅表現出 他是遵守摩西法律的一個猶太人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很明顯的衝突 傳統的猶太文化跟宗教儀式 還在規範的這些第一代的猶太基督徒 可是當這個信仰傳到非猶太人 或是離猶太文化比較遠一點的 像這些在外邦的猶太人 或者是甚至根本就沒有猶太身份的 外邦人的時候 就是回到我們剛剛那張圖 越走越出去的時候 這個傳統猶太文化還要不要遵守 就變成一個關鍵問題了 接下來非常有意思 就是發生了這個耶路撒冷世界 這是另外一段話 我們看到提到保羅跟巴拿巴 這個就是我講義的第三點提到的 《使徒行傳》十五章 非常重要的一個發生的故事 那就是兩派的人就正面交鋒了 有一些人從猶太來到安提亞 開始教導信徒們 除非你們遵照摩西法律接受割禮 你們不能得救 得救意思說不能得到 基督教的信仰的救贖 那保羅跟巴拿巴兩個人 就跟這些猶太人發生劇烈的爭辯 大家就決定派保羅、巴拿巴 跟當地的代表上耶路撒冷 向使徒跟長老們請示這件事 所以這個很多人就把它稱作是 第一次的耶路撒冷會議 好像不是很正式 但其實上是一個正式的 至少是一個協調會議 所以保羅跟巴拿巴 代表外邦人的教會 去到耶路撒冷開會 他們去到那裡跟大家報告 他們在外邦人當中做的事情 可是這個時候 有一些法利賽派的信徒站起來了 法利賽派的信徒 你可以想像這個名詞 他們都是非常遵守 傳統猶太規矩的 他說外邦人必須接受割禮 也必須遵守摩西的法律 所以他們就開會討論 接下來 我稍微有跳了一點點 在史律經算15章的經文 經過長時間的辯論 彼得站起來 說各位朋友 你們知道 上帝早已從你們當中選召了我 要我把傳福音的信息 傳給外邦人 好叫他們聽見而相信 這是彼得說的 彼得自己本來是 本地猶太人的領袖 但彼得是第一位 有到外邦人去 當中去傳福音的經驗 但後來是保羅 把這件事情發揚光大 所以彼得這個人 有點站在中間 他自己是屬於本地派的 但他自己卻有去外邦傳教的經驗 他說那 上帝把聖靈賜給外邦人 如同賜給我們一樣 以此表明他也接納外邦人 在我們跟他們之間 上帝不做任何區別 因為信而洁淨了他們的心 彼得這裡講的話 你看到很明顯 他是支持保羅的立場的 他說既然這樣 我們為什麼要試探上帝 把我們祖先 跟我們自己所挑不起的擔子 放在外邦門徒的肩膀上呢 這是不對的 他說我們相信我們得救 是藉著主耶穌的恩典 跟他們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他把猶太人 跟外邦人都拉到一個共同的基礎上面 就是說我們都是因為耶穌的恩典來得救的 不必再經過祖先的法律跟傳統 所以這段話很有意思 我們回來看講義第三點 所以到最後的結果呢 到十五章的結果的時候 全體的那些代表 包括本地派的跟外來派的就同意 從此以後 不可以再把猶太人的擔子 放在外邦人身上 甚至到最後有加了一個小小的一個 這個好像是一個蛋書 說希望外邦人特別尊重 猶太人的一些特別的習俗 不要吃帶血的那個肉 不可以殺人 不可以行奸淫 這是猶太人最關心的事情這樣子 那外邦基督徒也同意 但最重要的那個外加的條件 其實不是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是到底外邦基督徒 要不要守猶太人的規矩 那這一條就把它拿掉了 所以我這邊在第三點的結論有提到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整個的初代基督教會 共同做了一個決定 他們這個決定是勝過了 具有猶太化傾向的割離黨的挑戰 或是所謂的排他主義者的挑戰 不管是叫割離黨或叫排他主義者 我這裡的意思是那些猶太派的人 主張說你要當基督徒先當猶太人 所以這個已經排除了 非猶太人直接接受基督教的可能 或者是要求他們行割離這樣子 那這個已經被初代基督教排除 那如果根據這個條文很有意思 15章第一節說 你們除非怎樣怎樣不能得救 這個條文後來在基督教歷史上 好多事會再發生 當一個基督教團體接受了這個信仰以後 常常會把基督教變成這個團體 所屬的一種特權 那這個特權呢 常常又會產生一種排他性 除非你像我們一樣 不然你不能得救 那這個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挑戰 那至少在這第一次的會議裡面 我們看到最早的基督教團體 走出了這樣的一個挑戰 他們發展出一個概念就是 耶穌所傳達的信息 是超越族群文化階級性別的宣教原則 今天不分任何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任何人都可以來接受基督教 那這樣的一個福音就被稱為是law free law free 沒有被法律綁住的 沒有被法律綁住的一個福音 不受任何意識形態俘虜的 那到這裡我們看到很有意思 兩個事件嘛 一個彼得的安提亞事件 一個是耶路撒冷的保羅事件 結果我們看到其實在耶路撒冷會議 已經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 讓外邦人不受任何約束的 可以來成為基督徒 沒有想到這樣的一個還不錯的一個 和解的過程 不久就慢慢的出問題了 那第一個發生的問題就是 我們上禮拜已經點到的 第一次猶太戰爭 這點是非常有關鍵性的 那我們今天唯一的資料來源 是一位基督教的第一代的歷史家 叫做優西比烏 這位歷史家寫了第一本的基督教史 寫了第一本的基督教史 從耶穌出生一直寫寫寫寫寫 寫到軍事坦丁大地 三百三十年左右 她寫著這本書 那我們今天讀到的這個故事 是她所描寫的 他說當猶太人第一次發生 猶太戰爭要發生的時候 基督徒怎麼回應這件事情 记得这个犹太战争我们刚刚提到 参加的人至少有哪几个团体 法利赛派参加 奋瑞党也参加 昆南团体也参加 很多有犹太人意识的犹太群众 可能也都参加了 那这些基督徒呢 他们也是有犹太身份的 犹太人身份的 他们怎么回应这一场犹太人的叛乱 那尤喜比乎这么说 我把这段讲完我们再休息 尤喜比乎说 最早的基督徒团体拒绝参加叛乱 他们得到圣灵的指示 这是尤喜比乎的语言 叫他们离开耶路撒冷 退到约旦河外的辟拉这个地方 辟拉 到这里这是尤喜比乎描写的 但后来很明显 有一些犹太团体就表达出 他们的愤慨 你们这些人明明是犹太人 虽然你们已经有基督教 接受基督教信仰 但你们本身是犹太人 那我们今天犹太国家有难 你们为什么不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叛乱的 这样的一个抵抗罗马人的运动 那有很多学者在分析 这个事件是让基督徒跟犹太民族主义者之间 开始分道扬镳的开始 那随后的变化 年代上确实都符合 我们看到7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 叛变结束的结果 我们当然知道是悲剧 上礼拜讲到了 经过四年的时间 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灭 那整个犹太的运动被压制 那我们等一下看那个Discovery 有一个小小的影片 介绍那个最后的战役 非常的惨烈 犹太人是真的付出了 最大的一个生命跟 那种抵抗的力量来对抗罗马人 那所以他们对这一群基督徒 不愿意加入这个运动 心生愤慨 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那这一点可以看到是一个 非常微妙的两个团体之间 开始有张力的开始 特别是那个Masada战役 后来成为这个战争 最有名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 让我们回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当时候在犹太人面对 这样一个非常关键性的 历史事件的时候 那到底他们自己认为 应该成为他们的同伴 这些犹太的基督徒 那不管这个优西比乌 所讲的这个故事 是不是代表所有的基督教团体 但很明显的在当时候 基督徒有不一样的选择 在面对这个一个叛乱事件的时候 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有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但是很清楚的结论是让我们看到 原来在本地的犹太人团体 当中本来是好像还可以互相 生活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叛乱之后 很明显的就分离了 分离了 那到经过再经过三十年四十年 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在基督徒当中的犹太人 似乎越来越少了 不久呢 整个基督教的主体 变成是以外邦人为主的 以这些所谓的非犹太人为主 形成的这个基督教的主体 所以这个过程很明显的 已经有一些很微妙的变化 那我们先从犹太人本身这边来看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有两个资讯让我们来看说 犹太人怎么样慢慢的对待基督徒 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的态度跟立场 那第一个是 我们今天找到的 很有名的所谓的犹太人 在八十五年到九十年之间 可能在那个时候完成的一个新的礼拜 他们的犹太人的会堂礼拜 结束的时候用的猜浅文 猜浅文本来的意思是要祝福的 意思是说犹太人在会堂聚会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拉比或者是会堂里面的主持人 他会读这个猜浅的文 猜浅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回到自己的生活去把犹太的精神 犹太教精神活出来 一种猜浅文的概念 这个猜浅文的概念在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也有 那这个猜浅文通常是祝福的形式的 祝福大家有平安 祝福大家有健康 祝福大家生活工作能顺利等等 但很明显的是这里面竟然有加了 类似对非我族类的一种的警告的话 甚至有带有一点谴责的话 那很有意思的是在这第十八条条文里面的 第十二条出现了这一段话 出现了这一段第十二条 这段话这么说 让那些被教者不要心存盼望 Apostate就是被教者 叛教者 那这里指的是被叛犹太教的人 让这些被教者不要心存盼望 然后让你内心里面的那个骄傲 那个傲慢 在你内心里面主导你的傲慢 很快的被除去 再下去这句话直接就点了 点名了基督徒 还有这些所谓的非犹太人的这些信徒 Let Christians and Minim perish in a moment 让基督徒跟那些非犹太的子民的那些信徒 快快的被消灭 Let them be blotted out of the book of the living 让他们从犹太人传统概念里面就是 上帝子民会被写在一本生命册上面 让他们从那生命册名单上面被除去 Let them not be written with the righteous 让他们不会跟义人一起写在同样的一本书上 那如果这个条文是 这个资讯是正确的话 我们很明显看到 在耶路撒冷这个被毁灭事件过后 大概15年左右 犹太人开始已经对基督徒团体 有了一个比较 这个我们说敌对的态度表现出来了 至少不再是他们是属于犹太这个宗教传统的人 刻意要把他们跟传统犹太人的信仰做切割 另外一个例子我在讲义的B小点提到 这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了 在90年的时候发生了在詹尼亚的会议 这个会议本身我们可以给它看为是一个 凝聚犹太人的宗教认同跟传统的一个会议 在这会议当中他们重新确认 犹太人所相信的圣经的正典性 那这一点也让这些 过去本来是以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中心的犹太教徒 开始找到一个新的认同 过去圣殿没有了 哇现在觉得很多人觉得说没有圣殿了 那是不是我们的宗教已经越来越不安定了 不安稳了 但借着90年的这个会议 给他们确认说不要担心 我们还有这个上帝所示的正典 就是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 这也就是基督徒的旧约圣经 那至少在这个时候 这样的一个会议跟这样的一个决定 也再一次让犹太人自己觉得 我们可以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 那这两个事件我想很明显可以看到 犹太人开始有一种要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的过程 在基督徒这边的发展呢 那基督徒的发展这边我先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 这个是我一位很受尊敬的一位老师 也是一位学者 他很早就在一本书里面 他自己写的书里面提出来的 他说基督教历史里面有两个比较黑暗的印记 那这两个印记呢 让基督教在过去的历史发展里面 好像不得不要今天要重新去做反省跟检讨 第一个就是反省族主义 第二个是奴隶制度 那意思是说基督教历史当中 奴隶的贸易跟基督教国家又是结合在一起的 不能逃避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将来有一个主题会在谈到奴隶的问题 那今天先来谈这个反省族主义 那我这边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不要那么快就觉得说 这个反省族主义就是一种种族优越感 种族歧视的概念 特别我们太快就把近代的这种经验 把它解读到里面去 我这边有特别提醒 真的反省族的意识形态 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有 那个时候才有所谓的种族论 种族的这种理论才开始发展出来 那等到后来德国纳粹政权希特勒 发展出这种所谓的他认为亚利安人 是至高那种种族优越论 然后开始把犹太人贬低为 是一种次等的族群 这种理论是近代的产物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发展的 但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种 比较表面的没有那么深化的 一种的偏见或者是一种的想法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出来的 我们今天其实在圣经的经文里面 已经看到有某一种这样的线索在里面 不是刻意要这样做 但是已经有这样的线索 我这边又提了三段经文 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当当时候耶稣要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群众喊着说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总督比拉多跟他们说 我发现不出他有任何罪 为什么要定他十字架 结果这个马太福音的经文这样说 这些犹太群众喊着说定他十字架 这些血债由我们跟我们的子孙来承担 这句话好像是犹太人的一种 非常愤慨当中讲出来的话 我们愿意承担定死耶稣的 这样的一个责任 到约翰福音的部分 则也有这样的一个语言跑出来 就是说好像形容这些犹太群众 就是杀害基督的人 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 尸体反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些外邦 希腊化犹太人这个群体里面的 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位 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 就直接控诉犹太人 说上帝派了一个义人来到你们当中 你们却把他杀了 他讲了这句话以后 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描写 犹太人就群情激愤 就拿石头把司体反给打死了 所以司体反被称为 使徒行传这个初代基督教里面 第一位殉道者 是因为他控告犹太人为杀害耶稣的凶手 而被打死的 所以这几个经文你可以看到 已经有隐含一种的暗示在里面说 犹太人跟耶稣的死是有关的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个 基督教文献里面 好像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用语出现 就是在公元160年左右 在小雅西亚的一个城市 撒迪的一位主教叫美利都 因为这是有留下抄本文献的 他在受难节的时候的讲道文里面 他提到了犹太人必须为基督的死负责 因为他们容许西律王跟大祭司该亚法 在彼拉多同意下把耶稣处使 他里面也提到彼拉多是自己洗手来脱罪 这样子 那这个撒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 我特别谈到这个世界也给大家看一些撒迪的考古学的资料 撒迪我们看这个地图 撒迪在小雅西亚的西部 就是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地方 离开以弗所这个重要 我们上次有看到一些以弗所的考古学相片 离以弗所不远的地方撒迪 那这就是撒迪的一些相片 撒迪其实是考古学挖掘也相当丰富的地方 我们看到他那边有亚迪米的神庙 有公共浴池 那撒迪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看到 他有一个非常兴旺的犹太社群 今天到撒迪去参观撒迪的考古学遗址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撒迪的犹太会堂 那这会堂当然重建得非常漂亮 所以大家印象深刻 因为近代的犹太人出了很多钱去重建他 那这个现在下面看到的 这是我今年八月带学生去的时候拍了相片 撒迪的 这个Synagogue会堂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板是非常的漂亮的地砖 那个马赛克地砖 但是用的是传统犹太宗教的一些象征 整片看过去是相当的 可以想象那当作会堂相当的空间非常的宽广 那墙壁上也有一些这个旧的当时候的壁士 那这是重建的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 这是很新的做的 连下面的大理石的墙这些都是很新的 后面的那个砖头的墙则是比较是可能是真实的 潜庭也非常的宽大 那这个为什么会有援助是因为这个犹太会堂 后来被罗马人占去使用 所以才会放上那些援助 那今天也有学者认为 因为这个犹太会堂的最前面的地方 有一个好像是基督教的这个礼拜堂的前庭 好像还有一个圣餐桌在那个地方 也有学者主张说这个犹太会堂 曾经有一度后来可能曾经被基督徒所占用 被转化成为基督教会这样子 但这个证据可能不够强 所以犹太学者认为他没有 有一些犹太学者认为他一直都是一个犹太会堂 那最后这张图是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今天这个犹太会堂 可以重建的这么漂亮 就是旁边有一群犹太的资本家 他们的财团出钱奉献 他们的名单在上面 那上面名单其实有 里面有不少很有名的人 他们都参与在这个犹太会堂的重建 那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我们 在撒迪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主教Merito 发出一种对犹太人控诉的声音 很明显的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很明显 有两个都很强的团体在那里 一个是相当强大的犹太社群 另外一个就是新兴的基督教团体 也在这里发展 那根据这个考古学遗址告诉我们 教堂就离犹太人的会堂 还有他们的社区不远的地方 一个街道之远就是教堂 在同一个区域这样子 这种亲近性靠近性 也让这两个团体中间可以想象 张力就更大了 那我们就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这个是Merito他在160到70年左右 写了一篇受难节讲道篇里面的言词 他在里面直接称犹太人是Christ killer 是基督的杀害者 那我特别把这个字把它quote出来 因为这个字就是后来希特勒使用的用语 希特勒后来在有一次非常有名的 德国基督徒的聚会里面 他公开宣称 你们要为我高兴 因为我替你们开始要除去这些杀害基督的人 那他指的就是什么 指他在对付犹太人这件事情 那这段话原文我们看一下 美利读用一种修持学的用语 他其实都用问句在问 他说你们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话吗 他好像在针对犹太人讲的 不要流无辜人的血 不然你们会遭遇很惨的死 Do not shed innocent blood 不要流无辜人的血 不然你们会死得很惨 意思是这样 然后接下去他说 然而以色列自己承认 Israel admits I kill the Lord 我杀害了那主 那主当然是基督徒的用语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必须死 他必须死 It was necessary for him to die 然后接下去 美利读又用一种修持问句 你欺骗了你自己 以色列 你已经欺骗了你自己 You have deceived yourself 你为这个基督的死 自我合理化 Rationalizing about the death of the Lord 所以这段话你可以想象 是一个基督徒的领导者 基督徒的主教 他的教堂就在犹太社区的对面 他在受难节 受难周就是在纪念耶稣的死 那个结起 他讲的这段讲道片 好像有点在控诉的味道 你们那一群人啊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自己说 不可以留无辜人的血吗 那你们却说他必须死 然后你们也承认我杀了他 这样子 那我最后面有加了一句话 学者对这段话有不同的解读 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段话就很清楚的证明 美利都这个主教已经有带有反散族的思想 就直接说他认为犹太人要为耶稣的死负责任 这样子 但也有学者有不同的解读说 美利都在这里其实是试着要替犹太人找一个出路 他们不得不让耶稣在那个处境当中来死 这样 这边有这句话说 It was necessary for him to die 有人用对这句话特别做解读 那总之呢 这段话就被很多人认为是 用反散族的这种心态的开始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样的概念 其实从很早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了 这位学者Jeremy Cohen写的这本书Christ Killers 那就提到从那个早期的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一直到今天的很多文学跟电影里面 都谈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我在讲义的第三页那里有提到 后来这样的一种偏见 其实确实是存在在基督教团体里面 而且常常是发生在一些特殊的动乱处境当中 就表现出来 那我这边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 在中世纪基督徒成为欧洲的主人的时候 在十二十三世纪发生大瘟疫的时候 他们会把这个传染瘟疫的这样的罪 怪在犹太人身上 所以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把犹太人 穿着犹太衣服的人描绘成是带有瘟疫的代源者 那个主教好像在控诉他们这样 然后也有中世纪的那种 使者之书的作品里面描写 犹太人为了自己成为瘟疫的感染者 自我悔改鞭打 所以像这样的作品都很明显的 把犹太人刻板化 刻板印象化他们是成为戴罪羔羊 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我的第五小点提到就是 当基督徒跟伊斯兰教发生冲突 以致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故事的时候 在十字军东征的故事里面 有一段很值得人去思考的问题就是 当时候基督徒要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 在欧洲的这个莱茵河地区 也屠杀了一些犹太人 今天如果到莱茵河河谷的一些城市 你会看到有犹太人被 中世纪的时候被屠杀的纪念碑 都是发生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那人数不多 人数并不是特别多 但却发生在好几个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世纪的 这张图在描写的是 基督徒跟犹太人在中世纪 两群学者在举行辩论的一张图 显示在学术上 两边也有各有自己的立场在辩论 那死者之书里面就描述了犹太人 犹太人的景象 他们好像要为很多事情要负责任 这是纽伦堡的一本 这个年纪大事纪里面的死者的图像 那其实这里面描写的是犹太人 好像把它描写成是社会里面的寄生虫 这样子 十字军屠杀犹太人的图像 那这样的事件最高峰 我们今天当然知道就跳到了 二十世纪的反散族主义了 那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到了二次大战期间 纳粹政权对这个犹太人的屠杀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座 非常有名成立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 这个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DC 第一座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 当然是建在耶路撒冷 但是这一座是后来才建的 所以它里面的规划跟设计是更让人印象深刻 我就参观过两三次 里面它的设计非常的特别 也让你进去以后真的受震撼教育 受震撼教育 里面的图像描述这个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 那也有青少年教育的这样的布置方式 用一个年轻小孩子 就是犹太小孩子的故事带着年轻人 也可以接受对这个事件的一种的认识跟教育 我自己特别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喜欢举这个小购的例子 我们上礼拜也介绍了这个夏卡尔 夏卡尔它最有名的一幅画是1938年 他画的这副白色的十字架 Why Crucifixion 画的名字叫做白色的十字架 Why Crucifixion 1938年 这个年代非常有重要意义 1938年的时候 他第一次回到他的故乡 那就是今天在俄罗斯跟波兰边界的地方 他自己是犹太人 回到那里的时候发现他的很多同胞 正被送到集中管理的这种Ghetto 就是犹太人的社区 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被送到集中营去了 那他有鉴于这个犹太人所遭遇的处境 回到巴黎就画了这幅画 那这幅画其实在挑战当时候的纳粹的政权 他故意用一种讽刺的手法 画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你看到这个白色的十字架 上面钉的耶稣 却穿的是犹太拉比的衣服 这个耶稣 这个时候很明显的 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 穿着犹太人拉比的短裙 戴着犹太拉比的头巾这样子 然后钉在十字架上 在这个十字架的周围 所画的景象通通是二次大战期间 犹太人所遭遇的场景 你可以看到左下角有犹太人挂牌子 我是犹太人 会堂被烧的右上角 有犹太人在逃难的景象 也有犹太的社区被迫害的景象 最右上方则是这种好像鬼魂式的 这种冤魂的一个像 把它放大细节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控诉的 这样的一种的一幅画 所以这幅画叫做白色十字架 其实是讽刺的口气在说 那这位耶稣的 这位耶稣的后代的基督徒 犹太人 德国的基督徒 为什么会去迫害这样的一个犹太人 自己的同胞跟后代 他其实用一种反风的手法 在做这样的控诉 这是小狗 年老的时候的小狗 我们台湾两年前有展览他的画 在故宫博物院 他其实他的宗教画比较有名 不过在台湾当时候展览 比较多是他的浪漫派的作品 这是另外一幅画 描写耶稣的定十字架 下面描写的是 耶稣自己是政治难民 耶稣曾经小的时候随着父母 逃难到埃及去 所以这幅画也非常有意思 用耶稣的逃难来象征犹太人 面对的流离跟逃难 小狗他的彩色玻璃全世界各地 大家都在努力在争取收藏 你今天到最有名欧洲的大教堂 都会看到小狗的彩色玻璃 上次我们有看到他画的出埃及 出埃及记等等 这是小狗非常有趣的他的作品 那我这边有一些他的生平 我就不介绍我们简单跳过 那他很有意思的是 这是上次故宫博物院展览的 比较多是浪漫派的作品 他描写他跟他的妻子 那种很浪漫 但又很怀念故乡的场景 很多他的这个比较温情的作品 比较有趣的是 他的画里面 很多都在描写犹太人的经验 那譬如他除了描写犹太人 变成好像是吉普赛人 必须卖艺 到处流浪以外 他还特别喜欢描绘这个小提琴手 犹太人很多是用小提琴 这种很忧怨的音乐 来表达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命运 他的这个画其实也激发了后来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 屋顶上的提琴手 这其实就在描写我刚刚提到的另外一区 在高加索地区的犹太人的故事 在那个高加索地区的这些俄罗斯背景的犹太人 他们怎么样继续保有宗教传统的故事 这个电影是非常有喜剧感的电影 但是却很忠实的描绘犹太人面对挑战 这边都是一些文学作品 近代的影片 在描写这个反散族主义的一些影片 那我有把这些一些作品放在我们的书单上面 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 其实我们第二篇的集中报告可以考虑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Eli Vizel是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位犹太作家 Eli Vizel 他自己是全家人都在集中营里面被杀害 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他14岁的时候二次大战结束 所以他从集中营里面得以得到生命跟自由 结果他经过将近20年的时间 结果是在一位天主教的主教的鼓励下 叫他把他的故事写出来 他才写了这个暗夜这篇文章 The Night 这本书让他一举成名 就描写他整个家族在暗夜当中被送上火车 被送到集中营的过程 这Eli Vizel是当代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代言人 我在我们的上礼拜的跟这个礼拜的阅读里面 有提到一个犹太人在今天这本书 我们下礼拜会印里面其中的一张给大家 可以回去阅读看看 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怎么看待反散族主义 他有很多他反省的地方 另外在我们的阅读作品 我今天给在最后面 讲义最后面 有一些延伸阅读的作品 都列在最后一页那里 大家可以做参考 Shlink这本书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书 我愿意为你朗读 这是一本得奖的作品 也拍成电影 电影名字叫做为爱朗读 这本书也非常有意思 它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德国人的故事 很可能很多影评作家跟影评人认为 这个是Shlink自己半自传的作品 那Shlink他是德国一个法律学的教授 那也是作家 那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位 后来成为法律系的学生的一个德国青年 年轻时候的一段奇恋 这个德国年轻人在高中生的时候 就爱上了这一位当车长小姐的一位 德国女性 两个年纪差很多 但发展一段 有点像是不伦之恋这样子 后来两个人分开 再下一次见面竟然是在法庭里面 那这位当初他的爱人 成为是受审判者 罪名是曾经在二次大战期间 在集中营里面担任守卫 在担任守卫期间发生火灾 一群的犹太的女性被关在集中营里面 因为火灾他们不愿意打开那个锁 让那好几百个 两百多位的女性都烧死在集中营里面 所以他跟另外好几位守卫一起被控告 那这故事非常有意思 是他有很多象征手法 书名叫Reader 是因为后来这位法律系的学生 很爱这位他之前的爱人 都为他录音 然后送到监狱里面去给他 听他录音的故事 那背景是因为这个女性不适自 他不适自 那在法庭过程当中 他不愿意承认自己不适自 后来就承担这个罪名 几乎被判是一种终身的劳役 那这故事很有意思是 随着故事的发展 这个男主角不断地录音 录音把各式各样的古典文学作品 用录音寄到监狱给他 后来这位女性 在监狱里面竟然自己学读书四字 自己也会看书 也开始写信给这位男主角 那到故事结局的时候 他终于要被假释出来 这位男主角要去接他 想要照顾他的时候 在获释的那天早上 女主角上吊身亡 在监狱里面上吊身亡 那这故事非常的戏剧性 但里面有非常多象征手法 其实是在谈什么 我觉得很多很隐喻的地方 大家读的时候可以自己去做很多 推敲揣测 譬如说这个女孩子的不四字 是不是象征的一个在讽刺 在德国纳粹的政权的罪恶当中 很多的德国人其实是冷漠的 其实好像是不认识真理 不认识真相一般 那反而当他开始学到四字的时候 他才为自己的罪感觉到责任感 最后选择上吊自杀 这是其中一种解读 但是我觉得这本小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许林克其实在处理的是 德国人在战后所面对的罪恶感的问题 这本书是一个很好读的书 但却又很深厚的象征意涵 那另外一本书当然也是一个有名的作家 Lenz写的德语课 那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在谈学德语 最后一堂德语课 然后后来结束纳粹政权统治 它里面其实在谈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是责任 责任 那跟刚刚前面这本书有很像的地方 这个女孩子在集中营当守卫的时候 她不断的辩护 我必须尽责任 我必须把我所被交代的责任完成 这种负责任 按照我所交托的责任来尽责 这是德国人的文化里面最深厚的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可以推回到宗教改革时代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候主张 每一个人都有天职 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有责任 把自己的责任做好 所以德国人这种责任文化非常有意志 这是竟然在罪恶文化里面扮演一个角色 这个讲到这里我刚刚想到这个 没有放在我的这个讲义跟PowerPoint里面 最近要上映的一部影片 这个汉纳厄兰的故事 汉纳厄兰的故事 在谈到罪恶的平庸性 其实是在每天的不知道的平凡的生活当中 人参与在罪恶的文化里面 这当时候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 谈到这个 德宇克也是在谈这个 德宇克的这个作家Lenz 其实有三部曲 德宇克 事务招领处 还有灯塔船 都跟这些主题有关 但最有名的当然是德宇克 那另外一本书 焚书之书 我们下礼拜也会印它的前年给大家参考 这个Folke Wiedemann 讲到这个很有意思是 当时候纳粹的文化甚至要去烧书 那有人就当作发出警语 一个会烧书的政权到最后会烧人 到最后会烧人 这本书也是很有意思 我们最近去年才翻译的一本书 另外有几部影片我们有的人可能看过 或者是可能接触过 那也是很有意思的小说 苏菲的选择 Sophie's Choice Sophie 但是台湾的影片翻成苏菲亚 它其实只有Sophie 苏菲的选择 那这个影片是演技得奖的影片 那个女主角Maria Streep拿到了第一座 奥斯卡女主角奖就是这部影片 他在影片里面诠释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那在犹太人在德国的集中营里面面对选择 当时候他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跟着他进到集中营 后来一个德国军官问他 两个孩子只能留一个 你要留哪一个 他没有办法做决定 没有办法做决定 那当然结果是一样的 两个孩子还是都死在集中营 但当初他没有做决定那件事情 他后来其实是让 好像让军官做决定选得难得这样子 但是一样后来两个孩子都死了 这个抉择好像后来反映在他后半生的 一种的故事经验里面 就是他常常在两个朋友当中在做选择 所以这里面有一点点很有意思的讽刺手法 其实从今天的经验推回去到当年 在集中营当中做一个犹太人面对的处境 这个故事也是蛮有意思的 另外很有名的辛德勒的名单 这个是大导演斯比伯几年前拍的 几乎成为一个经典的影片 那这故事其实是 也是蛮 那种平凡当中出现的故事 这个主角其实是一个资本家 一个商人 他本来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多么正派的人 他自己其实有很多缺点 但是在那大灾难的困境当中 他开始运用他手上可以有的能力跟资源 开始去营救一些犹太人 就是在他的工厂里面 让犹太人在他的工厂里面担任劳工 来保存他们的生命 这影片其实在描写一个 在一种平庸的生活当中 却能够尽力去挽救生命的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因为这样显得非常的有意义 那斯比伯的拍片手法也非常成功 用黑白的黑白片的形式 然后中间每次出现彩色的人物 都是非常引起注目的主角 所以用这种非常对比 强烈对比的方式在描述这个过程 那去年我们有机会在这个课程 有看过一个影片 那这影片也满有意思的 叫做非官命运 那这个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因着卡尔特斯 他其实写了好几部的小说 那这是当初第一本的小说 描写 他自己本身是曾经15岁的时候 曾经去过奥斯维之的集中营 所以这本小说后来拍成电影 也几乎是他的自我生命的写照 那这个书名跟电影名字叫做Fateless 翻作非官命运 是很有意思 一开始这位匈牙利的犹太青年 他以为自己是命运不好 他以为别人没有遭遇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我遭遇这个事情 好像是我命运不佳这样子 整个影片的过程当中 他慢慢慢慢才去体会到非官命运 这不是跟命运无关 所以这是用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孩子的观点 在描写当受犹太人所遭遇的命运 我大概用这些作品让大家来 去对这个凡禅族主义做一点点的回顾跟联想 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 我想我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在讲义的第三页到第四页 就是基督教跟犹太教 除了有刚刚讲到的这种 爱恨交织的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之外 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基督教跟犹太教差别在什么地方 走出来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在历史的研究上我们称这个叫做 连续性跟不连续性的问题 犹太教跟基督教有连续性的地方 但也有不连续性的地方 不连续性就是指他们的差异性 那我这边举了四个面向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第一个是礼仪方面 很清楚您看到 基督教其实大多数的仪式 都是从犹太教延续下来的 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宗教仪式的形式 跟最初的基督教礼拜堂的仪式是很像的 譬如唱诗祈祷读经解经最后祝福 犹太人重要的节级呢 有祿会礼 也有歌礼 有歌礼 有玉月节的仪式等等 其实这些都跟基督教最重要的节级 有一种密切的关系 那教义上也有连续性 我先把这个重点介绍一下 我们翻到第四页 伦理观念上也有延续性 所以到某个地步你可以说 基督教其实从犹太教承接了仪式 承接了一些基本的神学观念 也承接了伦理的一种的价值 譬如犹太人早就表达这种 对弱势者的关怀 追求一种的公义跟慈悲的这种伦理概念 那差别在哪里 这差别在第四大部分 就是基督教从犹太宗教里面 走出来有不一样的一些观点 这包括对传统摩西法律的看法 对传统弥赛亚这个概念的看法 还有最后一点 对族群的看法 犹太人相信犹太人是最特殊的上帝的选民 所以他们带有一种种族中心主义 那基督教打破这样的一种族群的中心主义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当中 有同有异 但那个异 相异性却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关键的 这个关键性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上礼拜所介绍 耶稣运动里面已经开始展现出来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 也会从不同的面向 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新兴的基督教团体 怎么开始发展出 它很多不一样的一些面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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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